我18歲已經報名考車車和電單車 然後1903年就馬上去報中營旅遊巴 然後考到中營旅遊巴,同一年就報貨櫃 22歲多一點,我想有那麼多個牌 Van仔考了第二次才能夠過 其他都是一踢過的 老婆牌出來比較帥,小孩子 大家都差不多年紀,為了帥 哪裏真的想著會開車的,都沒想過這件事 好,沒問題,那待會見,謝謝你,再見 我現在駕夾車的,專門負責清垃圾 泥頭那些,其實甚麼都有的 只要我們駕夾得到垃圾上車 幫客戶清得到廢物,我們都會去的 你覺得駕駛的樂趣在哪裏? 樂趣? 呃... 拍位吧,去一些比較窄的地方 看到別人拍得這麼聰明,又能入到的位 自己又想試一下 這個也是一個挑戰 人家三手太入了,可能你會快些 你要去試,那這些也是樂趣 我們就喜歡這些 當有行人在你應該要夾那堆垃圾的旁邊走過的時候 我們不能夾爆玻璃 我通常都在偏僻一點的地方 不要讓別人笑 練習一下,夾玻璃 或者夾一些小件事 去做一些仔細一點的動作 對途人,對我們自己都會好些 不會被人炸型 或者彈來人家弄傷別人 夾這個玻璃瓶,我都夾了半年 練習到 如果夾不爆 我想都要三四個月左右 這輛垃圾車,重型貨車的車牌才能開 很難度 長一點 始終越大駕駛的技巧就越多 學多一樣都沒有壞,可能沒有變通 這輛素街車 你又有車牌嗎? 有的 這輛要特別牌才能開 找了一輛私家車 平時用來代步 只不過是用來放假 車廂老婆出去游山換水用 基本日常都沒有什麼難度 就是駕開這麼大輛,突然轉這麼小 因為始終我們都是對著垃圾 垃圾不是每個人都想碰它 對於我自己來說,我覺得挺好 因為起碼我自己是興趣的 我喜歡開車 也是我的興趣 垃圾這件事,其實我都對了這麼多年 其實我都習慣了 現在還有多少個車牌? 我想八、九個吧 不知道它真還是假 它說全港計算我在內不夠三十個女人 有過貴牌 其實我覺得男生是喜歡車的 即是,他告訴我 考牌我覺得都正常 男生考牌 跟好像懂得游泳一樣 那意思 都是充車賺食 充車賺食